脑子是个好东西 它在我们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那么体型越大的动物 它们的大脑会变得更大吗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学者们也是这么认为的 一个多世纪以来 科学家们一直认为 哺乳动物的大脑和身体质量之间的关系 是线性的 哺乳动物的体型越大 脑部尺寸就会相应增大 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2024年7月8日 在自然生态与进化上 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研究人员在收集了大约 1500个物种的大脑和身体尺寸的数据集后发现 这些哺乳动物 脑部和身体尺寸之间的关系 是一条曲线 更令人惊讶的是 数据还显示 非常大的那些哺乳动物的脑部 比预期的要小 但也不是所有的哺乳动物族群 都遵循了这一规律 有三个目打破了常规 它们脑部的质量 随着时间的推移 呈总体增长的趋势 这种趋势在灵长类动物中 表现的最为明显 进化简史第十三页 能够双腿行走的灵长目中 就充分展示了 人类大脑容量随时间增加的过程 最初的人族们 比如说炸德沙赫人他们 脑容量只有340立方厘米左右 到了南方古猿 进一步增加到了380到450 然后是磅人的530 能人的600到800 这一时期 也是古人类们开始走出非洲大陆 向全世界进军的过程 到了直立人登场 其他脑容量又找到了850到1100 直立人还开发出了 更为强大的狩猎工具 并学会了利用火 阿舍利文化中发现的各种手辅 就是直立人们的杰作 当知人登场时 人类的脑容量已经高达了 1500到1650 早期的炎化和墓葬 就出现在这一时期 现代智人 平均脑容量约为1350 这比最初的人族 炸德沙赫人他们 要多了近三倍 独特的快速定向增长 也为人类文明的诞生 奠定了基础 最终催生了人类大脑 高超的计算能力 整体来看 就演化速度方面 智人进化的速度 比其他所有不如动物 快了20多倍 这才有了今天 人类特有的巨大的大脑 不过人类 或者说灵长物 也不是唯一 在不如动物中逆行的 镊齿木和石偶木 也表现出了类似的趋势 这三大家族的相对脑容量 都呈现出了 随时间增大的趋势 但这不像之前认为的那样 在不如动物中广泛存在 以蝙蝠为例 它们在首次出现时 大脑尺寸缩小得非常的快 但是随后 相对大脑尺寸的变化速度 却非常的缓慢 蝙蝠的这种大脑尺寸的波动 可能是限于 与飞行需求相关的进化限制 但是整体来看 在大脑尺寸的演化中 所有哺乳动物群体 都表现出了快速的变化 它们的脑部尺寸 会变得更小或者更大 但是在最大的动物中 有某种东西 阻止了大脑变得太大 文章作者怀疑 这有可能是因为 超过一定尺寸的大脑 实在是太过昂贵了 哺乳动物难以维持 耗能这么高的指挥系统 更有意思的是 哺乳动物的这种 大脑与身体演化的曲率关系 在鸟类中也存在 这种模式 似乎是一种普遍现象 科学家们希望进行 进一步的研究 找到为什么动物们 在大脑演化中 会产生这么奇怪的上限呢 既然讲到了大脑的演化历程 我们接下来就聊一聊 人类大脑赋予我们的 那些感觉和思考 比如说恐惧 如果你看过咒院 或者五月凶灵等恐怖片后 恐惧的记忆 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回忆之不去 这其实是源自我们的 一种保护机制 回忆恐惧经历的能力 对于生物的生存来说 非常的重要 正是通过记住 可怕的时刻 动物和人类 才可以避免 在将来遇到危险 但是当没有真正的威胁时 回忆可怕的记忆 却会导致不必要的焦虑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阀门 来关闭这些恐惧的记忆 2023年10月8日 学生们在小鼠的大脑中 找到了 可以控制恐惧记忆的神经元 这项研究呢 是在2018年的研究基础上展开的 当时呢 学生们发现 印记细胞的连接是记忆形成的基础 当小鼠对脚部电机产生新的恐惧记忆时 印记细胞会形成相互连接的突出 这就是小鼠恐惧记忆的来源 为了提供对印记细胞功能的观察 文章作者呢 就引入了一种新颖的局部微电路标记技术 该技术呢 能够标记区域内的突出连接 当被激活时 神经元在其细胞体内 会产生一种特定的蛋白质 通过在小鼠大脑中寻找这种蛋白质 研究小组就可以发现 哪些神经元最近被激活 并参与了新的恐惧记忆的形成 研究显示 印记细胞附近的抑制性神经元被激活了 后续的分析则揭示了 所涉及的抑制神经元的特定亚型 这是一种被称为 生长抑制素中间神经元的形式 研究小组接下来就测试了 记忆形成后 这些生长素抑制中间神经元的作用 在一项实验中呢 小鼠就被放回了 发生过可怕事件的环境中 然后他们就发现 与印记细胞相连的 生长抑制中间神经元的活动在减少 而随着这些 抑制性中间神经元的活跃度的降低 印记细胞就被更充分的激活了 从而使恐惧的记忆被唤起 当研究人员将小鼠 至于恐惧记忆无关的环境时 抑制性神经元则被激活了 以减轻小鼠的焦虑 小鼠会更加自由的漫步 而不是挤在外围 可以这样说 生长随速神经元就像汽车的刹车 它调节着印记细胞的连接 只有在同样的可怕事件 有可能再次发生的情况下 恐惧的记忆 才可能被最强烈的回忆起来 接下来呢 他们将继续研究 到底是什么控制着这些恐惧记忆的刹车 以希望带来新的疗法 通过对恐惧的靶向调控 来减轻人们的焦虑 那既然大脑这么重要 我们要怎么保养它呢 学会做白日梦很重要 这个发现来自哈佛医学院的学者们 他们的结果发表在了 2023年12月13日的自然上 该研究显示 安静清醒时的白日梦 可能在大脑可塑性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它会训练大脑根据新经历 进行自我重塑的能力 其实自2000年以后 多项研究已经发现了 白日梦背后的大智机制 在没有明显的持续感官刺激的情况下 大脑可能会通过反复重放 或者重新激活 过去经历中活跃的神经模式 来从以前的经历中去学习 如果把我们的经历 比作一部特定的纪录片 那么白日梦呢 其实就是大脑在回顾我们过去的纪录 来帮助自己学习和成长 这种重新激活是有流程的 它会涉及在安静醒来和睡眠期间发生的 时间压缩的超同步事件 学生们最先是在海马体中观察到这一激活事件的 后来在杏仁河 前额叶皮层 视觉皮层和其他地方 也观察到了重新激活 可以这么说 为了做白日梦 大脑动员了很多部位 那为什么大脑要飞这么大劲 做白日梦呢 在这项研究中 研究人员就反复的向小鼠展示了两张图像中的一张 每张图像都是由不同的灰色棋盘图案 和斑驳的黑白方块组成 在展示图像的空隙间 小鼠会花一分钟的时间去观看灰色的屏幕 研究小鼠就同时记录了 视觉皮层中约7000个神经元的活动 他们发现 当小鼠观看图像时 神经学院会以特定模式放电 并且这些模式的差异 是足以区分图像一和图像二的 更重要的是 当老鼠看着图像之间的灰色屏幕时 神经元有时候会以类似的 但是不完全相同的模式来放电 就像老鼠在看着图像时候一样 这就表明 他们正在对着灰色的屏幕做白日梦 这些白日梦 只有在老鼠放松的时候才会发生 它的特点是行为平静和瞳孔缩小 研究还发现 老鼠对最近的图像做的白日梦会更多 而且他们在一天开始的时候 做的白日梦会比结束的时候也更多 因为他们已经看过每张图像数十次了 但是接下来小鼠的表现让研究人员大吃一惊 老鼠在一天中以及在不同的日子里观看图像时 神经元活动的模式发生了变化 科学家们将其称为表征飘移 这是近些年来发现的一个现象 与感觉认知和行为相关的神经活动模式 通常并不稳定 它会在几天和几周之内经历大规模的变化 这就是表征飘移 但是这种飘移并不是随机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与图像相关的神经活动模式就会变得更加的不同 直到每个模式都涉及一组几乎完全独立的神经元 值得注意的是 小鼠最初几次关于图像的白日梦中 他看到的模式是可以预测 当小鼠稍后查看图像时 该模式会变成什么 换句话说 做白日梦时 小鼠神经活动的反应 是可以预测后续小鼠在真实体验时的反应 验证人还发现 视觉皮层的白日梦区域 与海马蹄的重放活动同时发生 这就表明 这两个大脑区域在白日梦期间进行了交流 大脑就此重塑了 举个例子 当你多次看到两个不同的图像时 区分它们就会变得非常的重要 这次的研究结果就表明 白日梦可能会引导 与两个图像相关的神经模式 去远离彼此 这就像为真实的生活做了一次排练 结合这次发现 学者们指出 为安静醒来时刻 腾出空间可能很重要 因为这些时刻会诱导白日梦 对于小鼠来说 这可能意味着暂停查看一系列图像 而对于人类来说 这可能意味着 你会在手机上滚动时候暂停一下 接下来 我们以文章作者之一 安德曼的话来做个小结 我们非常有信心 如果你从不给自己任何清醒的休息时间 你就不会发生那么多的白日梦事件 这对于大脑的可塑性可能很重要 那除了做白日梦外 还有很多研究表明 饮食限制也可以延缓物种的衰老 并减缓神经退行性疾病的进展 那这是为什么呢 饮食限制到底是怎么改善我们大脑的呢 2024年1月11日 学者们在自然通讯上给出了答案 氧化抵抗基因在饮食限制下 维持逆转路酶以延缓大脑衰老 文章作者鉴定了氧化抵抗基因 在果蠅中同系物的多态性 他们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 该基因的表达在下降 而且它与调节蛋白质和脂质运输的 逆转路体相互作用 该基因的丢失会使逆转路酶不稳定 这会导致蛋白质运输不当和内容媒体的缺陷 对果蠅和人类的多足分学分析表明 该基因表达的下降与衰老和神经系统疾病相关 如果该基因过表达 就可以挽救果蠅模型中 与年龄相关的视力下降 和老年痴呆相关的疾病 总体来看 氧化抵抗基因在保留逆转路酶功能方面 发挥着保守作用 它对于神经元健康和长寿至关重要 而饮食限制会影响这个基因 让它在细胞中的表达增强 少吃的本质实际上是增强了 细胞中蛋白质正确添加的机制 而这一保障最终让人们活得更长 还有您 bef〗ively franc下转的iers denied大家看出玩了 您好讲呀 我们好讲呀 您好讲呀 您好学生 您好看呀 您好唱吗 您好看呀 overheen